上次焦點來關心 就是今天 由陳建仁帶領的新內閣走馬上任 在上午進行了新舊內閣交界典禮 現任的行政運長蘇貞昌 開玩笑的跟新格魁陳建仁說 你的苦日子要開始囉 但被問到他退休有什麼樣的規劃 他說哪有退休 生命就是他的任期 要當太太作畫時的小幫手 女兒蘇小慧的司機 還要接送兩個孫女放學 服務不會停止 他還說如果國家有需要的話 記得算他一份 而在典禮開始前 他還帶著陳建仁逛辦公室 也在臉書上分享了這一張 可以看到畫面中 他仰天開懷大笑 看起來心情是蠻輕鬆的 而陳副總統陳建仁則說 接下行政院長他是戰戰兢兢 如履薄冰不足以形容他的心情 但這是他人生最後一個政務公職 將會全力以赴 在下午將會拜會立法院長 而明天開議之後 就會前往拜會黨團 總統府內完成宣示新內閣由前副總統陳建仁領軍 回到行政院進行交接 卸任行政院長蘇貞昌把硬信交給新任院長陳建仁 結束四年隔閣任期 接下來 今天早上我要出門的時候 我的鄰居問我 說你現在退休了以後要幹什麼 幫你洗畫筆的畫家助理回來了 如果立法院清城要假動 我想我的女兒不會再為了找不到司機 她一定多一個義務的司機 看來看如果在下大雨的放學路上 兩個孫女兒看到竟然阿公開車來接 蘇貞昌談話溫情滿滿又不失幽默 還透露了和總統蔡英文前幾個禮拜的互動 不在其位蘇貞昌還是會關心臺灣社會 接棒的陳建仁先是表達感謝 但對於未來陳建仁宣誓將陸力以赴 有政府會做事無縫接軌溫暖兼任內閣 揮揮手上車離開行政院 蘇內閣時代正式畫下句點 華氏新聞張志勤 黃昌盛 特別報導 華氏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氏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